欢迎大家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术 1992年周深出生在湖南邵阳县一个贫困的家庭 由于家境贫困 父母早早的就外出打工了 他和姐姐两人留在家里相依为命 成了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小小年级的姐弟两人很快的学会了照顾自己 每天挑水做饭还兼着照顾家里的养了几头猪 每年年底把养肥的猪卖掉换钱 这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 由于家住山区 学习条件也非常的艰苦 小学一个班栽满了上百号人 里面的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老师给别的年级学生讲课的时候 其他人只能自己学习看书 一天里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 在周深上三年级的时候 由于父母在广州谋生找不到出路 不得不全家辗转到了贵阳 开始新的生活 对于年幼的周深来说 画了一个新的环境 一切都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他不得不重新的适应新的学习和生活 幸运的是 有一回上音乐课 周深被老师点名起来唱歌 他的音准和音色让老师颇为惊讶 之后周深就被招进学校的合唱团 每次由他参加的比赛总是能够拿第一 这段经历也成为周深童年少有的快乐时光 因为很快的随着男孩变生期的到来 他的噩梦也要开始了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周深由小学升到了初中 其他同学陆陆续续到了变生期 嗓音一个个变得浑厚起来 唯独周深始终没有变化 嗓音还停留在了童年的声线 说话跟个小女生一样 因为这个原因 周深也成为了同学眼中的一类 男生叫他娘炮 不喜欢和他待在一起 女生又不敢靠近他 周深第一次因为自己的嗓音而感到自卑 身边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 在那之后 他甚至都不再愿意多说话 初中三年时间没再唱过一首歌 整个人变得极其的自闭 十来岁的时候 周深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为什么我的嗓音跟别人不一样呢 带着沮丧的心情进入到了高中 一开始周深对新的学习生活并不抱有任何的期望 他害怕发生会再次召来别人的冷眼 自己会再次面临没有朋友的境地 因此刚入学那段时间 周深从不复约去KTV也不敢开口唱歌 直到后来学校举行了校园歌唱比赛 周深在同学的怂恿下咬着牙包了鸣 他本以为站在台上会惹来一片的嘲笑声 没想到一首歌唱完后台下满是欢呼声 观众投来的全都是羡慕和欣赏的眼光 这次的校园比赛周深非常顺利地拿到了冠军 他也一战成名 一度成为学校里的大明星 校园歌手比赛的经历 多少让周深捡回了些自信 他开始学会了逐渐地接纳自己独特的嗓音 不再因此而自卑了 然而过多的参加社团活动 却让周深忽略自己的学习 高考的时候成绩一趟糊涂 他并没有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 当时周深的父母打听到乌克兰那边 读书非常的便宜 而且医学教育非常不错 他们就想着儿子读完书回来当个医生 将来可以有份稳定的收入 喜欢音乐的周深就这样带着父母的期盼 远赴乌克兰 开始了自己一段极其艰苦的求学经历 一个人远在异国他乡 最难的就是语言观 为了跟上老师的上课进度 周深先是努力学习好乌克兰语 然后每天上课之前 花几个小时做好课本的翻译 再到课堂上跟着老师学习些繁杂的医学知识 一切当然没有那么顺利 由于当时班上只有周深一个中国人 老师常常会把他遗漏 课上上着上着 就由乌克兰语切换到了波兰语 因为这两个语言的语系是出自同一类 当地学生听起来毫无压力 但对于周深来说 确实灾难 即便是一天只睡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他依旧远远跟不上老师的进度 最惨的还是语言观 还有老师的区别对待 上医学解剖课的时候需要背干湿 全班除了周深一人是一米六的小个子 其他男生都是人高马大的 结果老师偏偏每回都让周深背干湿 其他同学在旁边看热闹 由于觉得自己实在不是学医的那块料 在待二的时候周深果断地忘记了学艺的幻想 转而讨上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学习美生 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当时周深的父母强烈反对他学音乐 因为赚不到钱又花很多学费 为此他一度和家里人闹翻 连生活费都得靠自己打黑工来赚 最穷的时候天天吃土豆 但是周深并没有后悔 因为他最终找到了自己毕生所爱 学音乐的道路并没有很顺利 一开始周深的嗓音受到了一个音乐教授的赏识 对方非常乐意做他的导师 结果没想到这次却是个误人子弟的老师 当时这个老师给了一首超高难度的曲子给周深 结果在跟着学了几个月之后 他的声带出了问题 到后来连歌都唱不了了 嗓音突然发不了声 周深一度以为自己音乐之路要废了 幸运的是在回国找到一位医生做了针灸之后 他的嗓子居然好了起来 经历了这次教训之后 周深果断的和之前的老师告别 转而想要寻找另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 拜师 这个教授是乌克兰非常著名的一个歌唱家 但是当时周深的嗓子还没完全好 老教授根本不愿意收他为学生 怕辱墨自己的名声 周深都天天到教授的教室门口去堵着 死缠烂打三个月 最后对方终于被打动 开始教他学习美声 在收下周深做学生之后 这个七十多岁的教授开始转变了态度 不仅在教学上倾囊相受 在生活中更是对周深照顾的无微不至 他完全把这个男孩当做了自己的孙子一样看待 看到周深的裤子烂了 教授二话不说 拿出自己半个月的工资 带着周深去买衣服 教授自己舍不得吃的水果 却老是给周深买来各色的水果 还嘱咐周深要多吃水果对身体有好处 身在异乡却备受关爱 这让周深十分的感动 后来周深成名赚了钱之后 他不忘给老教授给予生活和经济上的照顾 当然这是后话了 转眼来到了大三 一直过着苦日子的周深终于迎来了转机 中国好声音的导演找到他 并极力邀请他上节目 当时周深还以为是个骗子 接连拒绝了对方三次 最后想着自己一圈二白 没什么好被骗的 就做好了被水一战的准备参加了比赛 这次的比赛让周深一战成名 各种不堪若目的这一声也如潮水般的涌来 这其中多半是对他的声音的质疑 有些人始终接受不了一个男孩唱着女声的声音 就像当初杨坤在节目上 第一次看到周深的另一声惊呼 居然是个男的那样 言语当中恐怕是惊恶 远远多过了惊喜 在纳赢的战队中周深没有拿到冠军 很多观众都觉得他选错了导师 然而胜负已定 周深只能任命 继续回到乌克兰完成自己的学业 这一次的比赛虽然没有让平凡模样的周深大红大紫 就让他遇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不乐高晓松 当时音乐人隐约非常欣赏周深 他极力的向高晓松推荐那首比赛曲目《欢颜》 高老师听了后眼前一亮 立马让纳一拉了三个人群 不仅给周深写了首《玫瑰与小路》 还向动漫电影《大鱼》的片方大力推荐 这才有了那首后来惊艳整个华语乐坛的大鱼 这次合作完了之后 高晓松还自掏腰包 给周深出了一张专辑 在高晓松几十年的音乐生涯中 让他心甘情愿掏腰包的歌手只有三个 朴树和小柯是前两个 周深是第三个 好歌手比好歌要难找得多 周深是个不适出的那种歌手 不用你去犹豫 你一听耳朵 这样的声音不拿出来唱唱我的歌 这不亏了吗 在被问到为什么如此的力捧周深的时候 高晓松这样说道 在这之后 周深深后参加了蒙面唱讲 猜猜猜猜 深入人心等综艺节目 每次的表现都是让人眼前力量 周深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 一直等到今年春天的到来 在歌手的舞台上彻底爆发 3月27号 周深在歌手的节目里演唱一首 打拉崩吧 在曲中他一人分饰五角 一首歌唱下来 观众堪比看了一场演唱会 舞台彻底炸翻了 网友纷纷为他打call 直呼太牛了 这次周深是终于扬眉吐气 成为当之无愧的歌王 曾经有记者问周深 每个人性格当中都有自己最坚硬的那部分 你觉得自己心中最坚硬的部分是什么呢 周深回答说 如果有应该就是想唱歌吧 也许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周深才会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之后 依旧坚守着自己最爱的音乐 在即将而立之年 迎来人生最完美的那席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